歡迎你收看遊走英國的YouTube Channel 過去這兩個月出了12條片 其中講關於換英國車牌和開車有關的都比較受歡迎 今天我繼續講車 剛巧前陣子跟朋友去買一輛二手車 等我在這裡分享一下中間的過程 給打算來到買車的朋友了解一下 這個YouTube Channel剛剛超過1000個訂閱 多謝各位支持 如果還未訂閱的你記得立刻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出的新片了 說回我朋友 他一家幾口原本開開私家車 車子遲些入ULED要付錢 而且想買一輛闊落一點的車 於是上去AutoTrader這個買二手車的平台 找一下有什麼車適用 因為不熟車的關係 他主要都是選擇車行而不是私人放手的二手車 希望可靠一些沒那麼容易被騙 他看中了一輛Approved Used Car的標誌5008 用AutoTrader裡面的Message function 先聯絡車行 然後他跟Sales的聯絡多數是電話 他給了99磅的reservation fee 維持著車 職員就把車載了 不讓其他人看到 然後安排試車 介紹什麼是Approved Used Car 簡單來說就是車行Dealer認可的二手車 這邊英國不同牌子的車的網站 通常都可以找他們這些認可的二手車 和一般車行或者私人放的二手車比較 在車行Dealer買的二手車 會做過一些認真和嚴格的驗車 會有齊全的Service History 而且會有Warranty 又或者如果買車之後做第一次MOT驗車有問題 他們會包維修等等 感覺上會放心一些 那代價當然是車價會比你外面買的二手市場貴一些 所以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會開車但是不熟整車、驗車、試車 你可以留意這些Approved Used Car 之前COVID期間沒有現場看車 現在已經好很多 試車當日 職員說只可以一個人上車試 另一個同車的朋友 還未換到英國車牌都手行想試一下 但是職員說只是給英國車牌的人試 朋友開了幾轉之後 再看國外也覺得很合心思 最後就決定購買 問職員有沒有講價 他們說他們不減價促銷 可能是因為最近很多人買車的原因 因為他記憶中幾年前買車是有得講價 或者送紀念品 還有就算是一次過Cash Buy 或者做Car Finance 價錢上都沒有分別 但是由於做Car Finance的息都挺高 去到八至九里 所以最後朋友都是Cash Buy 話就說是Cash 其實都是用Debit Card給錢的 他買的這架Approved Used Card 有十二個月保養 ProvoSign Assistant 找數的時候 職員upsell了我們很多東西 例如保險 導膜 Service Plan Extended Warranty等等 你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決定買不買 搞定手續後 職員說要時間洗乾淨和檢查好車 約好了一星期後可以拿車 那因為朋友要自己開走的車 所以就由我開車送他去車巷 分享少少數字給大家 朋友十幾年排零 駐倫敦的Zone 5 而2019年車自動波 保費沒有NCB就900磅左右一年 價錢都可以接受 其實如果剛剛到步沒有車 又或者有租車 但是只有自己有車牌 又沒有朋友可以做司機的話 你是可以叫車行送車去你家 但是就要給Delivery fee 以這間車行為例 Delivery就只是頭十mile免費 再遠的地方就逐個mile兩磅 由於計算到要給百多磅 有錢都不要浪費 等我走一轉好過 我自己幾年前都買過這些 Approved Used Car 當時我在BMW的網站 找到深水的那款車 就這樣walk in他們 在Partlink的那間車行 但因為車不是車行裡面 加上其實我們覺得不試車都ok 所以去到都是跟Sales談一下價錢 還有看看買不起的新車 之後約好了日子 他們將車送來 我終於可以親眼看到的車 三連車的外表都很新正 X1裡面其實都很闊狼 沒有頂手頂腳 車包含保證 所以沒有訂一轉就直接付錢了 因為有什麼問題都可以開回來整 還有我相信他們檢查完的車應該沒有大問題 那時剛剛到步什麼都不懂 Sales就慢慢教我 怎樣給Rotex和其他手續怎樣搞 我買這個車的時候 還說上手車主買下了一個五列的Surface Plan 換機油那些可以不用錢 另一個就是包了五條胎的Quota 如果爆了胎要換可以免費 搞定完我就開車走 職員還好人說送一缸油給我 在門口的油站入門油才出發 就在入油的時候 車子開了一個胎器有問題的燈 我問個Sales 他說應該沒事的 走一陣子的胎器平衡就沒事 那我就相信他 準備出發之際 原來我忘記帶很重要的一件東西 就是電話架 人生路不熟 要在Parklink那裡拿著一輛不熟悉的車 在沒得看Google map的情況下回家真的太大挑戰 只有自己一個人 唯有電話放大被裝一下裝一下捱到回家 途中經過油站 順便打一打胎器 KO了一個燈 誰知好景不常 過兩天那盞燈又著過 一路走還有點怪聲 車輛越來越扁 於是乎就拍攝了的車是Tesco 再叫BMW Roadside Assistant來看看 等了一陣 那位師傅來到 發現車輛中了釘 要換過一條新的 我相信那顆釘其實是交車給我的時候 已經在那裡 但我看不到 找回賣車給我的Sales 最後都沒有扣到我換車的Quota 所以買Approved Used Card 貴了貴一點 但勝在感覺上 好像Follow Up會好一點 和沒那麼容易中伏 以上是兩次買車的少少經驗分享 希望可以幫到準備在這邊買車的你 了解到多少少買車的流程 如果你有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大家聊一下 還要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多謝